随着2022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火热进行 冰雪运动乃至冰雪活动都成为了中国人万众推崇的热门项目 而其实中国人对冰雪活动的热情自古就有 近日在辽宁省图书馆记者有幸见到了两本古籍 通过其中的文章可见百年前冰雪活动就已成为中国国俗 在辽宁省图书馆有两本十分珍贵的古籍 分别是燕京碎石记和清定日下旧文考 两本古籍均是成熟于清代 其中也都有单独的篇章描写了人们当时进行冰雪的场景 其中清定日下旧文考译书当中还有乾隆亲自写的诗文 欲至太叶冰雪十二运 将冰雪活动描述为国俗 乾隆十一年写了这个冰雪诗 他第一句就是顺时成国俗 就是在这个冬季啊 就是这个想就是冬季活动的一些国俗 然后他这个记载的冰上运动的情形 像拟翼玄翠剑 这个就是说这个冰上运动啊 风之电掣 像这个离弦的弓箭一样 除了皇室宗亲八旗子弟进行冰雪外 在燕京碎石记当中 同样记载了当时北京城内普通老百姓是如何进行冰雪的 是记载的那个清初时啊 这个在那个北京的鸡翠坛 就有好事的人啊 他把十几个冰窗连聚在一起 携着这个都兰 酒聚 在冰上那个饮酒 为乐吧 这个是也可以看作是这个 一个北方冬季古代的这个一个蓝亭盛会 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个饮酒啊 饮食做腹啊 也是一个北方的一个冬季的一个雅士吧 据了解冰西并非单纯的冰上娱乐活动 在清代 冰西是包含体育竞技的概念在其中的 尤其是清朝军队 更是通过冰西的方式进行军事训练 以期能够强身健体提高综合素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